为了抗议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 今天下午在国富纪念馆前有一场人人保钓游行 抗议民众呢是要一路走到日本交流协会前来递交抗议书 而就在刚刚现场是发生了轻微的冲突 现场情况联系记者邱盛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923保钓大游行下午的两点钟 已经正式的在国富纪念馆这边展开哦 那么当然包括了新党 亲民党 还有中华爱国同行会 所有的这些民间保钓人士 都在现场参与了这一场盛会 那么当然包括六七十岁的老阿伯 依然是精神抖擞了这个敲锣打鼓哦 加入这个游行的队伍 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带你看一下稍早画面 好 那么当然不止民众的这个精神抖擞哦 但有很多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加入这一场游行 不过稍早呢有一位这个不明人士哦 他是举着这个亲民党的棋子站上了这个新党 市议员王鸿威的宣传车 那么双方一度爆发口角冲突 再看一下稍早画面 好 不过这一场保调游行呢 实在有各方人马很踊跃的来参与哦 各方的这个召集人也一再强调呢 这一场活动一定是要和平诉求的 那么稍早这个召集人孝信也表示了 以他过去参加这个保调经验 多年的这个经验哦 来表示说这一场一定要做和平的游行 带听一下他的说法 清楚 第一我们是只为了保调 我们希望台湾的内部各自彼此的争议 共同保调 这个简单的两句话 钓鱼台是我们的抗议日本霸展钓鱼台 好 那么这场游行呢 这个官方预估大概有这个五百人到上千人这样子的阵仗哦 那他们的游行的这个路线呢 是从国父纪念馆出发之后 一路沿着仁爱路走这个光复南路 再到忠孝东路这个搜狗东区前面哦 告诉很多这个年轻朋友说这个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那么最后呢 那他们会在这个清晨街的日本交流协会停下脚步 并且递上了抗议书 那么这边新闻团队也会持续的为您守候现场状况 以上把现场交给同类主播 好 现在您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这场人人保调游行 目前这个游行的抗议民众是已经走到了东区的顶好商圈 而这场游行呢 最主要是要抗议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 所以呢 今天下午他们会一路的走到日本交流协会 并且向交流协会来递交一个抗议书 而就在刚刚稍早的时候 您听到这场连线 是在现场的时候刚刚发生了一个零星的这个冲突事件 不过目前呢 主战单位表示他们期望这个游行是以和平诉求来进行